我們持續關心雲林四湖的淹水災情 那目前可以看到呢 我們的文森中學目前也成了一個受災護腦 那麼因為現在呢 因為這地處地窪的關係 我們可以看到呢 從學校的大門呢 整個就已經有淹水 那麼淹水的高度是來個腳踝高 那我們從鐵窗來望進去呢 我們可以看到整個校園的內部 已經成了一個小水池 那麼最深的深度 已經來到了一個成人的小腿度高 那麼我們剛才有詢問到的警衛 詢問是表示呢 當時水淹的時候呢 甚至還蔓延到一樓的教室裡面 那麼除了校園撐了小水池之外 我們可以看到呢 在制藝館的上樓 整個鐵皮的屋頂是整個被吹仙 那麼是嚴重的變形 那麼甚至整個鐵片 還捆繞了十字架一圈 那麼看起來可以說是相當的危險 那麼目前呢 因為今天呢 在雲林這邊是停班停課的關係 因此呢 整個校園目前是沒有學生上課的情況 不過下禮拜一 就是學生的暑期輔導 那麼是否會正常如期的來上課 校長表示呢 應該還會要看校園恢復的狀況 再來省省評估 這次呢 他會選擇 小石太太 被告標 你們搭計 我會選擇 我會選擇 我會選擇